全國零食公司回收超過30萬包懷疑含金屬食品 印第安納州食品公司Catalina's Nest of Nabilon 宣布回收超過30萬包即食谷物產品以及零食 原因是可能含有異物甚至金屬 根據食品安全新聞網站Food Safety News 引述食物藥品監察管理局FDA這個星期公布的資訊 指出於2月15日開始回收的程序 而現在仍然繼續進行中 受影響產品分銷的州份包括 紐約州、加州、奈華達州、俄納江州、阿里桑那州、德州、 威斯康辛州、奧克拉荷馬州等 網上售賣的有關產品也在回收之列 這些產品的最佳食用日期是直至今年2023年8月 Catalina's Nest回收的產品有7大類 包括1.27盎司以及8盎司膠袋包裝的水果味道即食谷物片 它的最佳食用日期是2023年8月1日前 9盎司膠袋包裝的巧克力花生醬味道即食谷物片 它的最佳食用日期是2023年8月1日和8月8日前 9盎司膠袋包裝的蜂蜜味道即食谷物片 它的最佳食用日期是2023年7月25日前 9盎司膠袋包裝的蜂蜂鬆餅味道即食谷物片 最佳食用日期是2023年7月25日和8月15日前 6盎司膠袋包裝的車打芝士味道即食混合零食谷物片 最佳食用日期是2023年2月22日滑之前 6盎司膠袋包裝的蜂蜜蜜醬味道即食混合零食谷物片 最佳食用日期是2023年2月15日前 6盎司膠袋包裝的香辣味道即食混合零食谷物片 最佳食用日期是2023年2月22日前 當局指出這些食品必須丟掉又或者退回去購買的地點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